以前必须要站在那框里边 以前的话 那个大概就跟冰娘那个 就很不好操作 现在的话就比较人性 关于是取消了 还有一段时间的CD 这闻跟老朔 现在都猜到了 对 反正我们正在讨论这两个角色呢 现在我觉得上单还蛮有意思 你看那什么鳄鱼啊 龙女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削弱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版本 然后节色发生变化 然后不同的英雄被取代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上单那条线 可能还比较有趣 就我觉得从S2解说比赛到现在都还是 你上一把这个英雄实在玩得太好了 大家都还是会把你ban掉了 对的 就就算第一局愿意让你尝试一下 后面这几局你也是看不到瑞文 别想了 那么除了瑞文之外 准备了盲森卡大丁 都还算是相对合理 是的 盲森的话应该是在BG这边那个 那个艾米 对那艾米用的很好 那个盲森 一定是因为这样 他们那个上野打的真不错 不过是这样的 一批band都是你擅长 就对面擅长的角色 而非战术倾向的角色 现在这个版本上野还蛮重要的 对 现在上野carry啊 现在上单再也不是前前两个版本 那个上单 现在上单又带传送啊什么 现在上单的话 特别容易打出表现来 特别是打那种常规对线 很容易一波小龙团上单来的时间 好不好优秀不优秀就决定着整场比赛的胜负 露露 只有半九统你看现在办了多少个上单 九统 露露瑞文老树 他他日文当中单办的 除了被砍成废人之外的 卡还在墙的上单统统都被奔了 这时候上单就拢 是龙女跟杰克斯 那这盘的话 可能他真的会是龙女打杰克斯 对 好的角色就剩他们两个有点扯啊 这盘上单办这么多啊 先拿打野狮子狗 虽然你有本事你选剑姬啊 剑姬 我剑姬这个英雄打路人还是挺无解的 打路人很无解 超强 布龙和狮子狗 我觉得狮子狗比比较好一些啊 应该辅助还有垂石 可能他们 他们上排也拿着布龙手了 可能他们辅助比较喜欢用布龙吧 但他的大招 好像 有点吝啬 有点吝啬 那玩意儿放着真的不会有些利息 对 哎现在炸男人也没人 炸男人和狮子狗 炸男人现在都不办了 快选亚索砍死亚索砍死了 我贼讨厌炸男人 快砍死 你不是长得很像炸男人吗 就要说是这么说 但没有道理他长得跟我像 我就要喜欢他呀 难道小米所有大兄的人 你都喜欢他们 啊对啊 哈哈哈哈 我就是这么的有包容 有容乃大 不是啊 因为 我觉得炸男人就是一个 太过简单粗暴 然后 也看不太到操作 就比较难看到他操作 然后 他其实就是刷 刷兵刷到死的一个英雄 然后 就是我特别喜欢累 就 团战就乱丢东西就行 对 技术 鲜和蜘蛛 技术指数有点低就是 对 鲁西安跟蜘蛛 这技术指数高的 要么被绊掉 要么被改成狗了 那就有点奇怪了 这两句 怎么说明的 就感觉三手好像都不是热门 然后也没有必要前三手 就拿着三个英雄 鲁西安 现在虽然说他异技能很硬吧 但是 adc 的话 路线还是很差的 因为他射身太近了 哎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打中单呢 呃中单打炸弹 我觉得他会被炸弹丢死 我我一来一去 我一来一去 你架不到我没有那么快吧 长的人 得来文 哎 哎这个我喜欢看 有点意思 可以可以 随时加得来文 这样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 又不是你死就我活了 对 我王不是你死就我 vvg 的阵容有点强 是你死就我活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这话是要这样说的 永远就反正一个是你死 一个是我活 怎么样的我赢 这好奇怪 对 就相当于这个 他只会用炸弹人跟极克斯两个英雄 那就是这种这种感觉 还有爆破鬼 依旧是很深 卡牌龙女 哇这个阵容好虚啊 感觉手有点短啊 手有点短 控制 也不是很够 贾克斯可能好一点 而且爆发会比较低 贾克斯要拿的话 我觉得 这最后一手随便拿个谁 可以 可以把贾克斯打爆啊 就打常规分路就可以了 鳄鱼其实都可以 这个这个这个阵容的话 或者瑞兹也可以 这只能拿瑞兹 瑞兹我觉得蛮不错的 这个阵容拿瑞兹挺好 因为他缺扣 他缺扣 最好是能有一个带扣的英雄 站在德莱文站在人中间 对 哎呦 我上单雅索 卡瑞好久没看到 卡瑞果然是非同凡响啊 他不不太喜欢用这种 常规的这种英雄 他喜欢用这种飘逸的 就带袖的 近战能秀 又又要近战角色又要能秀 假死 前三级比较好的 对 六级之后比较不好的 爆了 而且看过很多次 就亚索上去大招 然后假死开着反击风暴 所以亚索砍完以后 然后自己就被晕了 这怎么知道 最后这一首倒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因为我觉得前面几首VG的阵容 都是比相较的来说 比一批强势 谁可以压着一批打 最后一边拿亚索的话 肯定还是他个人的意愿 对 自信你选 你把我瑞文办了 然后拿个亚索 反正我一样秀死你 我就擅长这两个英雄 你也没办法 不过我觉得 一批的阵容选的有点需要 因为 控有一点不够 最后补上卡牌 勉勉强强 但是那东西也是一个单控 就是变成说 他们整个团队的节奏 都不需要打得非常的 去单抓对方 要求很高的 视野要求 操作要求都很高的 他们就蛮喜欢拿这种团战队 就怪了 很怪这种这种 这个我觉得不是不是很好打的原因在于下落感觉打不太过 打不太过 因为布隆加卢西安就上个版本超强 现在现在就这边一刀 对 那边一刀 两个人都深中 就两个矮子 两类插刀吗 都是 曾经我也是 名副其实两枚 两类插刀 我膝盖中了一剑 是的 就 真的是 现在这个版就不能算是那么强 然后呢 对面竟然还是随时加德莱文 德莱文攻击力有多高 大家都都很清楚 所以这个 这个对线的话 我觉得如果打上2v2的话 一批基本没法打 而亚索的话 他抗压肯定是不是假的丝的 最好的话还是一批去换线 但他们是蓝色方 对 但比较难受 比较难 你要换线的话 你小龙就守不了 对 这个版本小龙还蛮值钱 对 那阵容选择 好像我们还是更看好 VG一些 稍是讲的 但回想上一场的教训 就我们看阵容看了半天 然后觉得 绝对一批在那 我们不能靠阵容来分析他们的 按常理说是这样 是的 可惜就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阵容的话就是 咱俩实力差不多 你要中国 就真要分析阵容的话 要两个人都旗鼓相当 是的 在 如果说两个LSPL队来对打的话 还是比较着重爆发力一点 就 我一波爆发力上来 然后把你给砍了 我就要赢了 刚才 干VG也是这样的 对 这个就相当于那个 我们说这个装备啊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讲基督球 你穿了什么阿里达斯耐克 然后我穿了什么拖鞋 拖海 然后 但是如果你实力强 你会打的话 对 我们对面是巴西的 人家是国主 我还 拖鞋还提 除非这个是生化装备 拖鞋还是提 就是当成沙滩足球来提的 一批 往前要直压了吗 一级的战斗力确实还可以 我知道VG这个终端 这个终端是秀斗 这个终端是秀斗 他打那个 炸弹人特别的强 炸弹人跟发条两个英雄特别的强 我一看他的名字 收地 不是就秀斗吗 秀地 我一翻译的还不错吧 长毛老师 应该还可以啊 就秀斗吧 他以前是那个 Gameify的那个终端 你不说的 游戏风云的 对 你不说的话 我还以为他的ID是 秀出你的Dcup的意思 哈哈哈哈 长毛老师果然是 哈哈哈 台湾 也是压抑已久呀 哈哈哈 谁谁谁说我压抑已久了 没有啊 我好喜欢在LPL舞台上播报 哈哈哈 不能说些有的 没事 大解放 这叫大解放 小米老师 您您就别撑了 全军出镜 我知道您想要大解放 你不要突然发出那个 天真活泼可爱的那些 想一趟摸你腿啊 你在说什么 哈哈哈哈 我听着人家听不懂呀 好怪哦 哈哈哈 我的天 我要吐了 哈哈哈 不要这样子啊 讨厌 大家年纪一大把了 不要这样子 哈哈哈 我刚刚18岁呀 我三个人都是差不多年纪 哎 什么 哈哈哈 你不要强行 你不要强行 强行粉 强行粉毛根 哈哈哈 哎不是吧 我我年纪大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都被人家说是叔叔的对 没有啊 男人是吧 就是叔叔级别的以Joker开头啊 男人确实是大行啊 哈哈哈 但是 像Joker那样只有看起来大是没有用的 看起来老 哈哈哈 就大和老 我是说年纪啊 大和老年分开啊 哈哈 我是说年纪大点 本来是中国化的奥妙是吧 我以为你们一起上过厕所 嗯 是这样的教练 我先上了 然后教练就默默就转头就出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 这个德莱文的皮肤特别多 我的天哪 这个德莱文学会非常烦的 哎 二级压一级 这里两个炸弹丢的卡牌非常不开心 你卡牌这个角色 擅长 对 炸弹人 对的 卡牌这个角色在对线的时候打炸弹本来就不好了 嗯 巴西队发力了 哈哈 哇 下了我 德莱文虽然很吵 但是为什么线被压压压压到底 嗯 德莱文的话 轻线还是不是特别的擅长 嗯 可能 而且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布隆他是出了一个工资装的 他可以上线帮 卢仙多A两个兵 所以推线可能会更快一些 这边要 两个人互拼一波 美女皮的话 哎 仙道三 仙道三的话可以 稍微压实一下 来一套是伤害还不错啦 不过贾克斯也要注意他的磨料 这边被压的还是蛮 这时候这边要绕一下正好借着一波兵线 带着窗buff过来 这一波要死的话 亚索就爆了 三级漂亮 这个三级身的话可以挡一个 而且有风有风 哦对很漂亮 这一下 哇 还不错 好飘逸啊 很漂亮 直接配合塔 灵威不乱 对 他就是想到三 因为三级的话立马就不一样了 来勾引一下 贾克斯 被看到被看到 哎 经过的时候被隔壁的小兵看到 所以刚才如果他们俩 线手打了德莱文的话 被一个风吹起来就积极了 啊啊啊啊 蜘蛛小姐 哈喽 还好还好 没没碰到一块去 而且要要跟碰一起蜘蛛就玩啊 是的 这样的话 亚索是成功的渡过了 这个一波危险 一波危机 哎 他这个斧子的落点 是一个主播的话筒 就有机会 要逼个闪现了感觉 哎 哎 哈哈哈哈 俩 哈哈哈哈 啪啪两巴掌 不要不要卖萌了啊 还是两巴掌 还不是一巴掌 这个绝对是 左脸疼完了 右脸疼 啊是有点猛 两个都没有丢 丢了一个 左手一个 啪 右手一个 啊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米勒 啊 哈哈哈 小米哥 哈哈哈 我按厂里 哈哈哈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话 我来我来 我绑他 他一定要闪 然后丢出去第一项 他对我说啊 他说没关系 我还有第二项 哈哈 你看 哦 你走吧 哈哈哈 好 算了一下 这样还大手 对我这样哦 哦 下边的话 德莱文这边被鸭子有点惨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有点奇怪 哎 前面布 布龙的 啊 吹雪可能 技能放的不如布龙 准 哎 我们现在 就是德马下杯结束之后会抽奖吗 哦 对 对 哦 是这样的 呃 我们的德马下杯在 我们TGA.plu.cn播出的时候呢 同时 是在我们三个的房间 以及 呃 官方频道 三个 四个地方同时播出的 对的 那么只要你订阅 这以上这些频道呢 在今天的两个BO3都打完之后 我们会来给各位抽奖 而且是 抽很高额的点券哦 米勒你说说 是多少点券呢 十万 啊 啊 不是 等等 哈哈 一个四倍更可能 我们等到被更可玩以后再来说 十万是怎么样 喊价是吧 哎 下路这边先空到了垂石 要去哪路先 不能打不龙 打不龙 但是他们就在打 哎哎没过了没勾到 可惜了 危机这一盘 队员都怪怪的 危机指向器各种没种 今天是国足了是吧 对 又来了又来了 又来又来又来 好想看一下狮子狗的左右手 左右互搏 这一次到底能不能够 这边可能要被亚索秀啊 感觉这个亚索小兵太多了 哇 闪见出来 还有吹风 不敢上了 哈哈哈哈 你真的不敢上了 哎呀 你个小兵太多了 哎呦 关键啊 那这个风用了就想上了 给一个墙拦一下 那开捆到了 啊 有点把自己给浪死了 把自己浪死 真的是浪死 这绝对就太浪了 走的话没事了 推前浪 怎么会把自己浪死 他那边总算是开壶了啊 但是没磨了 哎呀 这个闪现 你看那德莱文刚刚干嘛 没有 他是接那个斧头 他不接直接平A就赢了 我觉得他不接到他平A 感觉有机会 去玩德莱文的时候 会有那种强迫就好 还是多有些交闪 没关系 这波的话 还是德莱文这边赚 而且两个一滴血 并没有人来 gank收他们人头 那可以快乐回家补装备 一波小兵还推到底 赚的不行 这个德莱文的皮肤 远看好像盲僧啊 对 SKT盲僧是吧 对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他做这个皮肤就感觉是嘲讽我们所有解修的 哎 所有解说的你们就是这样啊 羊羊的你跟德莱文鸳鸯 哈哈哈 应该只是针对 应该只是针对美美国解说 对的 但哎 你你刚才说我像极格斯 我也就罢了啊 在台湾有很多人说我像德莱文 我就要疯了 啊 我说我有 我有这么猥亵吗 他们说你有 哈哈哈 完全不是 感觉台湾有点 有点强烈的时辰 哈哈哈哈 你这个 那啊 上路这个把自己秀死的亚索 我老实说在队上强死的话 你 如果一次两次你大概就不能打 又开始了 对对 哎呀 这下要糟 啊 这一棒超死 这个第一个大招 本来想帮助一下身上路 但是 是没有来得及 剪刀 剪刀 这样的话感觉失手 最好还是去一趟中 中的话还是有机会 我觉得 这个德莱文 玩得有点 就他有 动作有 有 有点 毛 有点毛 就是 不是很利落 就那个接刀的动作 看起来有点 他 我刚才看到他有一两次是 走过头 然后再拉回来 我接着有点毛边 他还是想 多方木尾都兼顾一下 但是他不是多核CPU 不不实际上打起来还可以 就是 就是没有很利落 德莱文的E 可以把跳在半空中的扎克斯 打下来 那 然后蜘蛛在后面 哦 这个蜘蛛在后面 我感觉三打二还打不过 这些德莱文的伤害 他现在伤害 有点很难打 除非一波 直接把这个德莱文 碰到 有了有了 加卡牌又给打了 黄牌一张 定住 哎呀 拉但是布隆的空给上了 哎呀 诗子球这个大招白开了 正好是被卡牌大招看到了 德莱文是无论如何要走 那这边能不能把垂石保住 可以 勉勉强强 这一波巨伤啊 这种走的第一个大招很珍贵的 BG越伤越多 上路先伤掉一下这个 哇 又死了 大爆炸 这 没绑到 他能不能 上下路都已经 变定极势了 对的 问题是贾克斯起的有点快 感觉现在要换路了 三杀三 被打着被盾挡掉啊 被挡了 好伤心啊 哦 这个盾确实很让人心碎 现在正好小龙也没了 贾莱文的话可以去上路 现在亚索再去跟贾克斯对线的话 纯粹是自找死路 应该也是有点后悔 之前有点浪 而且他传送冷却一半 他还不用去龙区支援 挺爽 他本来之前打的就对面 蜘蛛和贾克斯都有点触他的 那一波浪了之后就 世界变了 关键是 那个浪是没有什么意义 就 他浪的一个没什么意义 对方都已经放过他了 对吧 对方说好吧 你上一把 你就上一波gank你 你秀的飞骑 那我也不太敢搁你就算了吧 然后他自己要把手上的那个龙九峰丢掉 然后就被少了 有点惨 这亚索现在混不起他 他六七 贾斯9 贾克斯也来下路了 这一天那是很烦恼 走到半路看到贾克斯对约的心情无比绝望 这也感觉 转了个弯 感觉亚索跟这个 最后两个人打不过贾索啊 上路边又起来 起来好像有 垂直的灯了 这边要传送了 这一波可能是亚索的一个机会 这一波了 先上这个布隆 哎呀 随时的一个勾 又没有勾到人 哎呀 谁都没勾到啊 随时翻一下 亚索出了一个封墙 没太大意义 啊 说到这种 这样的话都浪费了 机会也浪费了 台风也浪费了 说到这封墙前一波他浪死 那一波 哎等等 哎 这终于放到了 狮子狗 不要让我失望 狮子狗 炸回来 这边终于拿到卡牌人头 太不容易了 打到现在11分钟 终于让他绑到一次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他可能刚刚刚在打野的时候 都拿野过来练习 我就 哎呀 中了中了 这 因为那个东西 真不中的话 就角色就没什么用 他只要清兵嘛 这样贾克斯 可以 少A几下塔 现在秀多在中路的话 优势还是蛮大的 他高压的蛮明显 但是其他两队的话 就比较悲惨 其实上路 他是要出手吧 那是银血嘛 好像 银血是这版这么弱 有必要吗 啊 现在没什么第一件出银血 他觉得是不是要增加一下 骑士战斗力啊 我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他还是 老老实实拿一把无尽出来 吸血的东西 另外另外出法 好多了 所以他是破败加无尽 那也是顶碰的 哎呀没问题 这边想包一下 那这个卢仙卡牌这里开弹 看一下往哪边录 过来一个 贾克斯卡牌落定 看看这张黄牌给谁 给到狮子狗 但是好像伤害 哦漂亮 哇这一发Q Q技能 哎你看他现在一的cd有多短 他竟然义无反顾 一进塔下去打狮子 打完之后再 有自信可以回的回来 对的 这一波的话 炸弹人是有 马上有大招 还是推不下来这一路 对的 主要炸弹人的大招 哎哎哎要强推 强推的话 顶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你这一波 对他们这个大招封走位 真是 没事没事 有布隆就还好 布隆 这一波拿的比较果断 而且布隆还有大 要断后也是非常轻易 但是 同样啊 对面是一个炸弹人 这番EP想赢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 这种来讲的话 后期好像EP这边要好打 现在贾瑟已经是三项了 13分钟摸出来一把三项 装备太好 这个真的可以一打二的 这德莱文 加水是故意打过他 哎真的是一样上路两样 请看看亚索的装备 单项 可以叫可以叫他单项 一项之力 一项之力 这个防热 超惨 哎 斩一下这个 心然后 干克一波打过来 干克一波 有机会 有有有 这边有一张防盘 再不炸回来 对 秀斗每次跟这个 盛走他的技能配合还是蛮不错 他那个每次那个 小皇家可以炸回来 嗯漂亮 这样的话 其实 EP也是比较头疼 因为发育很顺的一个极克斯 是很难让 对方找到推进的机会的 关键就是他阻止推进的能力太强太无脑 而且毫无破绽 这一版极克斯没有被削弱吧 没什么动量 他之前稍微削了一点 然后后面没动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反而极克斯现在好像选的人不多了 对看见最近的比赛 大家好像又对这个体系有新的理解了感觉 比较奇怪 我要是选手 我一周可能要打四场比赛 然后你知道可能八局 然后八局我都要玩极克斯的话 我一人乱工作时间 工时过长 工资没有增加 我宁愿不玩极克斯 原来是这样 那应该是他们商量好了 我们都不选 我们保证不率先使用极克斯 那真的是 而且关键是 你刷40分钟并没有保证已经好了 对的 但他这版极克斯表现不可以的 对非常好 二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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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 他操作的非常好 刚才米六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 每次配合Gank的时候 W都有成功的把人炸回来 这一点就不容易 其实杰克斯操的难度就在这个W能够 只有这个技能有操作难度 让你能有一点难度 没有有一点难度 你告诉我 差一点点拔到这个眼 我家的猫都会 我还要再回忆 这边吃着呢 其实要突饮 这波可能会是一个机会 但是卡白这边开大招 落在人群之中了 你帮哪里怕卡白 迷路了吧 这样的话卡白可能要被直接秒掉 哎 蜘蛛过来收掉了狮子狗 发现不太对啊 怎么没被杀掉 到底什么事 这个有点奇怪啊 这卡白落在人群之中 发现那边好像突然人都跑掉了 对 我好像所有人都在围杀布隆 没有人理他 不然就买习惯 布隆有什么好杀 对 打卡白就可以 来这边 这什么情况 假如上高地了 天呐 带了一个红帽红 给亚索打不过他啊 一边也高地塔 等下他还是要被单杀 完了 卡 这个亚索看着这个 猝子黄不敢上去 只能无奈的 眼睛真的看着他把他拔掉了 他他攒满被动 又攒的 又攒的那个 他在他一跳走了呀 哎 你真的你确定你要抓他 勾一下 五个人 五个人杀 总是要死的吧 这个闪电力不要吓了 你不杀好久了 还是还是值了呀 把高地塔给破了 而且龙还被拿掉了 所以那假如上 那条命完全无所谓啊 无所谓 哎 烂命一条可以换龙加高地塔 天呐 就把个人的损失 转换成团队收入 你跟我换十次 我都跟你换 对 剩下钱又一千五了 这假如上怎么打 而且这个阵容的话 还挺怕一个贾克斯的 如果卡牌后面 出到一个精神 配合贾克斯的一个 凸脸 炸弹人还是 德莱文都是 这个阵容保护起来 不是很好保护 而且德莱文的发育 他还真的要是 无尽加破败啊 他出了一个吸血 也要出了一个 对对 还蛮脱节奏的 应该说他不需要 这件过路重飞啊 现在吸血前面吸血 没那么 非要不可 因为德莱文这种类型的 一波爆发打出来 其实两脚一伸 然后躺在地上 回去再买装就可以了 哎 好在 这个炸弹人发现 我还真的看不到翻盘点 没错 他走的话 只是十七分钟一个裸电刀 这个裸的好彻底啊 肯定 干干净性的 贾尔斯肯定请他吃六块麻辣汤 所以才可以一条上路 哎 这边要小心过来拉一下布隆呢 可能要不秒了 对啊 其实这一下有点 但有大招 反而没闪现 有个闪现 如果的话 还有 德莱文的大招 都没有打到人 这样的话 贾尔斯继续在下路带线 一点都不想理这四个人 反正有传送呀 现在还不是传送的时候 这四个人就把这里 撑住就行了 这个超域嘛 这个贾尔斯有点无敌 而且贾尔斯怕的 点的话 其实一批就 一批阵容里边没有 对 因为其实没控制 贾尔斯其实就怕控制 谁知道 哎 这波狮子狗开大过来 还是讲蝎秒卡牌 看看 网住 哎呀没网到 哎 在第二网 这边贾尔斯卡牌 挂到了卢仙 蝎秒路仙 这样的话蜘蛛肯定要被秒 闪现过来 黄牌遇到 但是没有伤害打到了 还想过来 跳一下 还有个主要没炸到 只要一刀 闪现上来 再来一刀 哈哈 我爆了 他只要只有一只手在转 只有一只手在转 杰尔斯终于要来了 但杰尔斯来又是一打五 你这个有点 亚索其实状态很好 现在还有个红buff 还是不太可能打的 但是亚索这装备 是有点寒酸 卡牌有大招 卡牌有大招 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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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卡牌那个打到一半放弃了 对 狮子狗上去突然发现 队友都在打那个蜘蛛 蜘蛛有什么好大 哎 坦白这次有大招 但是距离不够 这个狮子狗的话 距离不够 他想往前 哎 没机会了 我看你们还是打大了 哈哈 讲讲 这个也不错 还可以 可以来包一下 什么他根本不是啊 他只是要打红而已好吗 好吧 你们 我还没看到包牙索 就目标设定的有点小 对 感觉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啊 目标是一步一步的 对 没关系 像我一样 只要是传送用了 哎 牙斯他是传送到那个 那个眼去打红了好看 啊 啊 这什么概念 大家对一个红都是非常的重视啊 感觉跟大龙buff一样 有点像那种圣传送大游抢 传送队友抢了蓝buff一样 强行要拿 这边想扣一下修动的这个蓝 还是很有必要的 勾回蜘蛛 但是要小心 这个小黄鸭先不着急下 哎 股龙过来想救一下队友 但是德莱姆的速度还是蛮高的 还有一个大招 杀到了 这蓝buff一组 啊这边布龙给一发大招 但居然被垂直给拉回来了 注意上路 上路要破绝筋了 天呐 马龙 十四级 我好快好快 而且现在才要回城 来不及 你要八秒钟回城 给你用家园卫士冲出来 也要两秒钟 啊 要被打死了 我的天呐 我们要看有名小兵 不能有名小兵小兵 好 闪前上来A一下 我用人命 用人命 挡子 其实你走不掉 不如打 哎 绑到了 这个王很漂亮 炸弹人的打蛋 炸弹人被打了一下 有点痛 有点痛 往后拉开往后拉开 呃 现在没有眼睛可以跳 一个反击风暴回身 想换炸弹人 换炸弹人换掉了 不是吧 这个假如是一个优点无敌 三个人头的炸弹人 被拿到了一个赏金 这样的话这个 假如是真的是 无敌了 最要命的是这个 假如是没有天敌啊 对 这一盘看 他在一个急跑以后 拉了一张黄盘 哎呦 有点怕对方勾起过 这次只能打到一个 传统过来 这个 亚索的位置有点尴尬 过渡对方的包围圈了 不过还好 这边假个四有点冲动了 被秒了 坦坦坦坦掉了垂石 但是被狮子狗拿到了一个终结 亚索却着一个风 并没有甩出大招 中二塔还在 这个德莱文已经出门 增测套装了 杀人剑已经出来了 现在这个时候的杀人剑 是不是有点晚 他现在感觉没办法了 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好像 不太好打 想来放大招 关键是他都没有参团 他呃 甲格斯也都没有参团 不然他 甲格斯被那个 纯石杀的还是被德莱文杀 被纯石杀的 能不能看清杀人剑这个层数 好像零层还是一层 一层一层 离得有点远 一层的主攻攻 我来个主攻啊 纯石杀的 哦是那个 不好意思 狮子狗杀的 刚才还在说 哟 这个解说的姿势 这样的话只能守高了 亚索现在好歹 还是有一些的装备了 我觉得一批就是你好好的把对面 红buff的视野通通俯固起来 然后队员在那边埋伏 然后甲格斯一个人单带上路 对 有人来就把来支援的人抓掉 然后没有人来的话就破进去就跑了 没有必要这样乱打 红buff是很关键 红buff这边只要控好了 大师摄影车一先摄影车 哎 这个卡牌又是一个相当前面的 把这边狮子狗 被踩住了 拉到 哦 我看大刀没法走没法走 别杀了两个人 感觉被判一批的话 也确实算是相当的大 如果打完两个人投之后 只拿到小龙的话 不能说是赚的特别的多 应该还要想办法在多拿一点东西下 这盘的这个锅得给这个carry背上 嗯 这个这盘完全是carry的这个 假索的一个问题 他太喜欢秀了 如果那个不秀的话 其实他在上路前期还是压着两个次再打 结果被蜘蛛包了一次就黑了 五线的被单上 嗯 好怕 不过他哎呦又又要被单追 破百一开 连着一个反击风暴 超晕 没办法呀 完全不讲道理了 假个司机器也没做什么 他就是按完反击风暴以后 其实就滑鼠右键 啊鼠标右键点着他 然后就把他杀了 这也是很早的时候非常喜欢玩假个司的一个原因 这角色一旦肥起来 玩起来最有快感 感觉有一种棍棍入肉的感觉 对 一根大师 这也插下来 再说垂石吗 一根大师 啊他这个 这个皮肤拿的就是一个狼牙棒 不是说好不拿武器 哎呀布龙 先压这边 布龙 布龙好像没有打招 布龙好像没有打招 卡白这根铁敲过来 大招没有炸到布龙 一波黑了 这两个直接被秒 那样死光了 一波爆两路 哎 血掉的有点多 感觉想要先打大龙 先打大龙 布龙好肉啊 他刚才那样子 迎面被对方控下来 然后还没事 而且关键是一个 很逆风的一个牙子 就没啥意思 对 上不去 也没有 也没有一个惨错能做的 对 他现在 就电认完了之后 还是在很干脆的 出小剑 说电认之后 就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好东西 这个很难跑 做了一个小万当 扎子跑得比他快 各种伞中 好像开打火店一样 哇 晕下来 啊 再会了 没了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第三局 两边 没对 对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BO3 现在是16强 16强的话也就 你的话就进8强 8强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一个这个 而且我们是两个BO3 蛮今天 对的 还开玩笑 你跟LPL队伍一起打 然后你打进8强 确实还不不错 蛮有面子 对 至少给老板好交代 哈哈哈 哎 你们对于练怎么样 天啊我们打到那个干嘛下还被拔强了 那也是领队好交代 哈哈 好吧 是 领队上去跟老板报告 然后晚上老板就 想领队 去一顿大宝剑什么的 都领队在转 现在领队不是男的吗 哦 不是说什么下辈子我也要干女姐说 啊 谁让手 哦 真的是 对对不起 谁说的 嗯 我们男姐说都是有剪刀有 有追求的 对啊 这做女姐说怎么了 有有这么羡慕成哥吗 对啊 来 接下来这个 接下来这个团 哇 整套的大招都被封墙给挡了下来 我刚策划 哈哈哈 你知道我也叫前程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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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抽完一点的反应过来 不好意思 你那前笔运 前笔 运 你不是要前龙吗 没有想说是叫什么 有点 太粗 嗯 不是你再说一下就 我这里给了一个洞察 哇 想看在这边前身过来 看到一个蜘蛛 拉到了 卢西安 够了 卢西安 但是 哇 这个 每次炸弹的大招为什么不提前放呢 没了没了 甲克斯一个人吐到后面干了两个 亚索和德莱文都是被他收掉的 这还有什么好打呢 哎 春哥都没打掉 哦 好了呀 很热 对方案的话 甲克斯一个人可以说凯瑞前程 不过也 也是 说真的就亚索自己玩掉的嘛 对 本来的话也没有说是这样的 好 好 那么 恭喜 一批 拿下1比1 暂时平手 那么我们即将要来进行是第三局 这盘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多好 就是替这盘讲评 因为主要就是上路崩了 甲克斯无敌了 游戏结束了